今天要来跟你介绍的这一本书啊 它叫做神述图解法 这本书里面呢 我会跟你介绍它最重要的概念 就是怎么样在很快速的一个情况下 将我们满满的文字的内容呢 变成一个图像式的笔记 它教了我们三招 第一招叫做线框 意思呢就是说 当我今天写的一个文字 我马上把它框起来 那么这个文字呢 就会产生一种将文字转成图像的感觉 第二招呢 就是用箭头 让它们彼此啊 产生关联性 第三招呢 就是把人物画进去 人物的画色也非常简单 你就画一个圈 跟一个道U就可以了 并且呢 你可以在它的身边呢 加上一个对话框 那这里面的内容呢 就可能是一个补充 我们也可以在人物的身上呢 加上表情 这样你的笔记呢 就可以很快速的产生图像画的感觉 而且不用花过多的力气 去学一些画图啊 就算是不会画图的人 也都可以很轻松的学会 就像如果你是我的老观众 你就会看到我之前的一些节目 我会尝试去画一些图标 有没有 那个也都是需要花很多时间练习 这本书教我们这个方法 可以让我们很快的 找到画图的方法 那么里面还有几个讲究 例如说我们这个框呢 它可以是圆的 因为我们人呢 对于方形的框跟圆形的框 会有不同的感觉 圆形的框呢 代表的是一种扩展 方形的框呢 代表是一种比较正式 比较结构的感觉 那么不管是哪一种呢 都是还有一种是虚线的结构 这种虚线的结构呢 所代表的可能是一种 不确定的 不完整的 还没定案的事情 所以我们只要学这么简单的一些东西 我们就可以把 全是满满的文字的笔记 让它变得生动起来 以下呢 我就要来做一个简单的示范 好我们将这个主题啊 我们先画一个人 他有一个疑惑 他的疑惑是这样子的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 如何做一个频道 那么这个涉及的面向就很广泛啦 于是呢 你可以先开始思考几个面向 例如我要做一个频道 我会想 那我要做什么样的主题 例如我需要什么样的摄影 相关的器材 那我要做什么样的内容 我的内容的规划是什么 这三个面向呢 我就可以想着 那我用一个框把它框起来 里面的内容呢 我就可以开始随便的想象 想要做的这个频道的主题 例如说可能是美食 或者是讲案件的 一些奇案有没有 或者是书评 说书的 我写完之后我就把它圈起来 好那我要想我要什么器材啦 器材 那我一定会需要一个照相机 那我可能想 我用手机好了 所以我会需要一只手机拍摄的 那我在拍摄的时候 我可能就想 我可能需要灯光 那我一定也需要有一个收音的麦克风 收音 那或许我还需要一台电脑来做剪辑 对不对 电脑 好我写完之后就把它先圈起来 好我要做的内容啊 我就要开始想了 那我要做什么样的影片内容呢 例如说美食的话 那我想可能是教人家做菜 那也有可能是说案件的 可能是一些奇案啊 命案 那说书的话 我可能是把这个书中的内容啊 教人家怎么样做笔记啊 笔记数 好我一样把它们都圈起来 这样子你会不会觉得你的笔记啊 突然间蛮生动活泼的对不对 这时候我们来用一些箭头 来让它们变得彼此之间有一些关联性 举于来讲 这个主题当中呢 我们都可以把这个串起来 器材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们都串起来 内容也是 那我想要把它们彼此间呢 这个都在做一个串接的时候 我这边就可以画一个主要的连接线 把它连在这上面 于是呢 这样的一份很简单的笔记内容就出来了 最后呢 我想要让这个刚刚我们讲的美食啊 跟做菜 这些内容能够有一些串连 故意这边画一条线 穿过来 然后这个按键呢 我把它穿过来 然后最后呢 我把说书的绕过来 寄到这边 那这样一份很生动的 一个图像的笔记就出现了 而不是只是一个条列式的笔记 而你在观看的时候 也有那种俯瞰 一目了然的感觉 那么以上呢 就是这一期神述图解法 很简单 但却非常实用的一个小技巧 分享给你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